種種跡象表明 烏克蘭的戰略反攻很可能已經開始了 俄羅斯國防部聲稱 6月4日一早 俄軍在扎波羅勒和頓列斯克南部等多個方向 遭到了烏克蘭重裝集群的猛烈攻擊 不得不說 哲連斯基還真會挑日子 這一下這個數字又要再次被歷史所銘記了 日前俄軍總參謀長 特別軍事行動最高總指揮 格拉西莫夫達江 也已經抵達前線 親自指揮作戰 連消滅虎族出動了 說明戰場局勢確實發生了重大變化 而一些親俄的自媒體更是宣稱 在新頓列斯克一帶 發現了30多輛烏軍的鮑爾坦克 這個新頓列斯克並不是什麼大城市 而是去弗洛達以西20公里的一個小村莊 此處剛好位於 我們之前提到過的幾條進攻路線之上 從這裡一直往南打 就是馬里·烏波爾 經歷了一周月的戰鬥 俄國防部就傳回了大本營戰報 戰報顯示 俄軍殲滅烏軍1500多人 擊毀了109輛裝甲車 28輛主戰坦克 其中就包括8輛鮑爾 強而有力的挫敗了烏軍的反攻意圖 不過很可惜的是 俄由電報群中流傳的唯一一張 所謂的自殺無人機打擊鮑爾的截圖 被發現於很久以前的一部鮑爾紀錄片 如出一則 而俄羅斯國防部随後也發布了一段小視頻 顯示一輛伊斯坦克的目標 孤零零的停在田野上 隨後被俄軍卡五二用反坦克導彈所摧毀 不過說眼拙 我總感覺視頻里的報紙長得有點怪怪的 尤其是底盤和砲塔不成比例 越看越像是一台聯合收割機 這是不是有些止入為馬呢 哦不對 按照時下流行的說法 是直屬為鴨 事實上直到本節目播出前 不管是烏軍還是俄軍 都沒有給出 鮑爾等西方重裝備的清晰影像 這些野獸目前在哪裡 始終是一個謎 而且咱們也必須明白 任何武器裝備都不是無敵的 鮑爾也一樣 在之後的戰鬥中 我認為它不可能無傷通關 而評價一款裝備 也不能僅憑是否被擊毀這一單一指標 更得看它能否給戰場局勢 帶來根本性的改變 目前鮑爾雖然沒現身 但我們從俄軍急於證明戰國 這一點上就能看出 它們已經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壓迫感 不過另一款裝備倒是在前線出現了 那就是法國原著的AMXRC裝甲偵察車 之前我在節目裡已經詳細介紹過 它是裝甲部隊的眼睛 通常做火力偵察之用 而根據戰戰研究所的報告顯示 參與進攻的烏軍是第23機部旅和第31機部旅 它們在渣布羅勒的方向向南挺進了3公里 並佔領了一些定居點 各人感覺烏克蘭依然是在做試探性的進攻 以找出俄軍防線上的漏洞 而在巴赫姆特一帶 烏軍也取得了一些進展 先是奪回了位於城西北的貝爾西夫卡鎮 後又從西部外圍 也M03公路向前挺進了一大段距離 這將使得俄軍在城內的防守壓力進一步增大 其實這些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沒什麼好值得驚訝的 近幾日巴赫姆特一帶最精彩的演繹 還是當初瓦格納與俄軍的火兵 事件的起因據說是俄軍提前在瓦格納的撤退路線上 布置了大量地雷 雇佣軍們只好一邊撤退一邊排雷 本來這就已經夠無語的了 結果他們竟然還遭到了俄第72旅的亂槍掃射 是可忍 屬不可忍 瓦格納隨即拔槍還擊 雙方各有死傷 但最終俄正規軍還是不敵賊配軍 一名率隊埋伏的忠孝指揮官被俘虜 瓦格納胖揍了他一頓 並強迫他拍下了認罪視頻 該俄軍聲稱 他是由於喝醉了酒 在意識不清醒的情況下 才令部下向瓦格納開槍 肯求普里格金手下留情 回看這段時間的事情 我真覺得普里格金的政治敏感度 異於常人 在反攻之前提前撤起來一臂冰封 然後再根據戰局進可攻退可守 這個攻是往莫斯科方向的攻 守則是躲在俄軍背後守 實在是妙啊 再然後就是別爾戈羅德一線 反俄軍們繼續挺進 在邊境十多個地區點上都發生了交火 期間俘虜的多名俄軍士兵缴獲了大量武器 並且和自由軍團 還擊斃了在當地指揮防禦的一名俄軍上校 至於普京承諾的增援似乎還沒有到來 現在隨著烏軍正面反攻的開始 俄分身法術 其境內的野火恐怕會越燒越旺 出來烏軍第92獨立基布旅 在斯瓦托夫方向擊退了俄軍的進攻 並再次將戰線往前推了數百米 以地理位置來看 今後烏軍的北部戰線 或許會和別爾戈羅德的行動結合起來 總之目前的戰場呈現出 烏軍多點出局的局面 但是交火規模依舊不算大 這主要是為了把俄軍全線調動起來 讓壓力傳導進每一處防禦節電 等到侵略者夜不能眉束手無策之時 才會迎來真正的雷霆一擊 而事實上恐懼情緒 可能已經看似在俄軍內部蔓延了 6月6日凌晨 俄軍炸毀了賀松上游的卡霍夫卡達巴 當然俄方照觀禮指責這是烏軍所為 這個我就不用反駁了吧 哪有人在進攻時放水辭職自己的 結合最新的空派圖和監控視頻判斷 大壩是被預設的炸藥從內部輪機式炸毀 並且還提前關閉了閘門 可以將水位提高到創紀錄的17.5米 以便製造最大的災難效果 烏軍指出執行炸壩任務的很可能是 俄軍第205魔部旅第一營的工兵單位 目前蒂尼泊河沿岸的多個村莊已被洪水淹沒 數萬人流離失所 當地的生態環境遭到了不可逆的傷害 同時這還可能威脅到上游核電站的安全 絕對稱得上是本世紀最嚴重的人為災害之一 至於說俄軍持取能達到什麼樣的軍事目的呢 首先自然是想要延緩烏軍的攻勢 保住自己的菊花 之前我們判斷 赫松不會是主攻方向 但小規模滲透洗腦已經持續了好幾個月 只要時機成熟 烏軍攻取幾個河岸邊的城鎮並非不可能 在這一代復刻別爾格洛德的情況 而這就會令俄軍腹背受敵 以至於才出此下撤 不得已而為之 然而比較搞笑的是 由於赫松俄戰區的地勢較低 水壩潰滴後 俄軍此前構築的陣地和防禦攻勢 也幾乎都被大水所淹沒 洪水或許能擋住烏軍一時 但長期來看 卻不利於俄軍在克里米亞方向的防守 因為大壩被炸後 半島上的淡水供應也將被切斷 日後恐怕會出現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 實屬殺敵一百 自損一萬 我看這都不是飲鎮止渴了 這應該是飲河廢水止渴 此前我在帖子裡說 普保國這回水煙七軍 頗有幾番當年蔣委員長的風範 不過後來我想了一想 我覺得我還是太給大帝面子了 這裡我得修正一下 委員長忍痛決定 是因為當時日本是侵略方 中國是被侵略方 而且日軍和國軍的戰鬥力 也完全不在同一個水平線上 所以才只好 第五分南北人不分老幽 藉由守土抗戰之責任 皆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其悲壯之情一言表 可現在在烏克蘭 俄軍才是那個侵略方 侵略者搞起了一吋山河一吋血 這蔣爺爺也太失敗了 我看這普特勒不像是蔣忠真 更像是1991年的薩達姆 面對盟軍的集結 伊拉克自之不敵 於是便放火燒毀了科威特七百餘口油井 希望透過煙霧與大火來阻擋聯軍的進攻 火勢延燒了整整十個月 至少燒掉了十億桶原油 將整個沙漠變成了一片煉獄火海 不過即便如此 薩達姆他仍然逃脫不了失敗的命運 而對於這兩人的最終下場 我覺得也會大殺不殺 首相還是吊索 普京你自己選吧